老板,假如你想玩一台二手房车,你是第一次,那么我还是建议这种B型自行式房车比较适合你 性价比也有,然后车况也比较新 像这样的车都是一年半年的车啊 我们今天讲的是这台大通的V90S威尔特芬上装的一台B型房车 这是一台家常轴超高顶的车型啊 价格呢,比在新车的基础上优惠了十万块钱 目前呢,是22年的车,一年多,很新 这样的车呢,使用都不是很平凡啊 上下部有两个长,可以住四个人,可以有六个座椅 长度5米9,高度2米8,宽度2米,后驱后双胎,它有四条轮胎 户外的全新的一个人气灶啊 各位老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台车啊 六个座椅啊,两张大床 2.0T茶油自动的后驱后双胎啊,定速巡航啊,这些东西都是标配 在这里隐藏了一个小电视机,像这种车呢,好开,好停 平时男生女生都可以用,这台车有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它搭载着48伏的里面系统 所有的家电呢,是一个满配啊,配置比较高 在客厅区域呢,有一个对象的卡座,主驾驶也可以转 啊,转过来之后呢,甚至于拼一张第三张小床 然后女生开起来没有什么压力,不像C型房车啊 啊,它会有一点轻微的晃动,这台车很大 哎,很新的一台车,目前22年的车行驶了3万公里啊,公里数也特别少 呃,无眼特分 这家具都是高光面板啊 这种呢,非常细心,这些 说明书啊,配件啊,都带回来,它没有动过 B型房车呢,储物空间会比较大,没有看到它这些柜子啊 来,现在讲下来配置,48伏的里面,呃,4.8度电,300的太阳灯板,3000逆变器,家电是全部都在 呃,厨房区域的电磁炉 洗衣机,商开门的一个佛罗斯特冷啊,冰箱 格兰式的微波炉 包括一个48伏的扁平空调 车不大,所以布局呢,比较紧凑啊,这是一张床 1米85乘以1米3的一个双床 四面都有窗户,采光率特别高 上方这个也是一个床啊,这个电动的生姜吊床 吊下来之后呢,可以轻松住四个 啊,这台车是6座 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洗手间,洗手间很简单啊 呃,上方一个双扇的欢气扇和一个独立的人民花洒 配置了一个便携式的马,呃,小车的配置就是这样 我刚才也讲到6座啊,现在我们在镜头里 只能看到5个座椅啊,在这里呢是有个导游椅啊 车主在安,就没有安装啊,直接让我们带回来 可以继续把它装上去,也可以放在这里啊 然后总体回顾一下这台小车啊 外尔克风的车不错的 顺利双车的 3万公里,能省下小10万块钱啊 现在全款是21万8千块 家电呢是满配的,呃,空调,暖风,洗衣机,冰箱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都堆进去了 好开好听,21万8千的全款售价啊 微久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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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